说起53岁的关芝林保养有道貌美如花 与富商男友的感情也十分的稳定 可自从去年9月以来 关美人两度被传得了脑癌 最近又有新的爆料 一起来看 近日某公司发言人公开爆料 关芝林已确诊为脑癌 昔日女生患病为她默默祈祷 对此18号关芝林所在经济公司立即发生 否认关美人患癌一说 与此同时公司还表示 关芝林身体状况良好 此刻正在进行户外活动 而在公司上传的两张近照当中 关芝林一身运动装扮站在山上 面露笑容看上去气色不错 跑完步后 她双手扬起毛巾和矿泉水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瞧关美人乐享生活 体力倍棒的样子 小编实在没法将她和癌症患者对上号 要说关芝林的脑癌一说几度被传 估计于1994年 关芝林曾经发现患上脑下垂体肿瘤 并导致她长期偏头痛有关 之后关芝林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 去年9月 有媒体目睹关芝林在男友 陈泰明的陪同之下前往医院复卷 一时间关大美人已经离患癌症的消息四起 但其经纪人和她本人先后出面澄清 我很好并未患癌 感恩大家关心 本人也将对造谣者保留追溯权利 可半年之后 也就是今年3月 关芝林二度被爆患上脑癌 而已经习惯此类传闻的关美人 干脆不回应 用开心购物驳斥谣言 状况蛮好的 所以就这样生活吧 开心就可以了 可是这太平日子没过多久 谣言再次卷土重来 看来关芝林是有必要多晒晒照片 来让大家看看她的健康生活咯 行了再见 编辑到